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今集繼續同大家更新現在澳門或珠海方面的疫情最新資訊。 根據現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表示, 衛生局現在正在跟進河南省鄭州市陽性病例的密切接觸者的情況。 今日19日早上接到外地衛生部門通報, 有一名澳門人士列為河南省鄭州市陽性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, 跟她一齊住的3人都列為次密切接觸者。 這名密切接觸者是33歲的女性澳門居民, 是河南省鄭州市陽性病例的同事2人曾在3月15日和16日在廣東省紹興市共同用餐。 她就在3月17日下午經清暴口岸回澳門後主要留在家, 外出期間也有佩戴口罩, 現在沒有病徵, 她就在2021年6月和7月已經打了兩劑國藥滅活疫苗。 最近一次3月17日核酸檢測結果任成, 現在送去路環高頂公共衛生中心磨道做醫學觀察。 經過調查,衛生局也將她3名同住者列為次密切觸者, 和安排她們去指定酒店進行7日醫學觀察和7日自我健康管理。 這單是一個新源頭有的密切觸者, 這點大家要注意一下。 另外,珠海市亦是今日發布通告, 全市部份娛樂場所暫停營業, 培訓機構暫停線下培訓, 全市奇牌室、麻雀館、網吧、KTV、 遊戲廳、密室逃脫及劇本殺經營場所也是暫停營業, 培訓機構全部暫停線下培訓, 按摩水療、劇院、電影院、健身室、 體育館、游泳館等全部可按照限量預約錯風原則有罪開放, 但接客不可超過最大50%, 重宇人員都要7日兩檢。 最近幾日澳門這裏都是日日有新的密切接觸者出現, 其實這點不是一個好笑頭來的, 因為現在你都知道病毒的傳播力是多麼強, 珠海方面除了做了大範圍的核酸檢測之外, 現在連娛樂場所都是暫停營業, 甚至有部份場所叫做開一半, 只給一半流量就無關。 今集疫情資訊同大家更新到這裏,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想說的話, 下面留言吧, 我們待會直播見, 待會十點鐘直播, 拜拜! 拜拜!